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借由网络开始窜红 一个前大陆央视主持人柴静 一部纪录片让全大陆开始关注雾霾 这个公共环保议题 她总有一天会问我 妈妈为什么你要把我关起来 外面到底是什么 她会伤害我吗 这一年当中我做的所有的事情 就是为了回答 将来她会问我的问题 雾霾是什么 她从哪来 我们怎么办 从母亲角度出发 誓言要揭开雾白真相 自己携带仪器做测试 访问第一线的人员 用flash动画 电影特效 无人机拍摄 还把资讯视觉化 通通都是最时髦的新媒体呈现方式 就是要告诉民众 PM2.5到底多可怕 在网络上免费播出 结果才上架12个小时 光是在腾讯 总播放次数就飙破5000万 两天上来点击次数也破亿 掀起前所未有的热潮 但冲顶之下先是被高高举起 再被众种摔下 成了大陆当局不愿面对的真相 但尽管影片在各大网站被撤 效应却持续透过互联网分享发酵 不管它是自媒体也好 新媒体也好 在互联网的框架之下 其实媒体的时间跟空间是被打破的 这更可以证明一件事情 就是对未来来讲 所有的媒体必须更关注内容 的确在互联网的新世界里 时间空间的限制都被打破了 影音平台兴起也加速传播 但比起花拳秀腿 内容高品质跟一体性 才是上新媒体新火燃源的关键 才能在茫茫往海中成为焦点 记得卫庭文云轩台北报道